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午安 我是华信投顾小春老师 今天是10月29号礼拜四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盘势 台北股市早盘开低 那最低也跌了34点 幅度没有非常大 那跌下跌之后呢 今天又稍微出现反弹 那目前指数呢 是小跌了差不多7点左右 台北股市如果说我们从最近的盘 你会发现一个现象 如果开高就会走低 那开低呢 反而现在是流出了一个下影线 那这种震荡的盘局呢 在这个时间里 已经维持了好一段的一个时间 那到底台北股市要怎么样 才能够脱离这个盘局 不管它往上或往下 那我觉得这个地方 有几个重点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先稍微看一下国际股市 昨天美国股市呢 涨多之后出现了一个压回 那昨天美股呢 为什么会出现压回 比方说道琼跌了112点 那以道琼的指数来看 这是涨多压回的一个现行 但是呢 比较弱势一点呢 是在美国高科技股的身上 因为美国高科技股 现在已经面临到什么 月线的保卫战 因为当它这地方一跌下来的话 差不多快这半个多月的时间里面 买进的呢 这地方啊 已经有套牢的筹码出现了 好 那美股呢 这地方会不会呢 出现了一个比较属于明显的一个震荡的 一个压低的一个情况 这关系的全球股市的一个变化 那其实美股昨天会压回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川普的税改案 目前有一些些面临到一些问题 那到底税改会不会过关 目前不知道 所以呢 这地方是有一个未知数 在这个时间点 所以呢 当美股出现震荡的时候 台北股市的一个走势 在这个时间点 来我们仔细看 以台股目前的一个走势来看 这地方维持一个区间的盘局 似乎也是合理的现象 不过这种区间的盘局 人家说盘久必跌 这地方要预防什么 指数会不会出现一个破前低 而造成上面有套牢筹码的一个发生 那这地方我们要怎么去研判 台北股市会不会发生这样一个状况 那这几天在我们的line里面 我们一直跟他提醒说 这里有三个比较重要的指标 那这个指标如果说真的说出现了一个弱势的话 台北股市你就要预防 台股会不会真的涨多压回 那第一个指标 在于市场的人气股 什么叫人气股呢 比方说3406的郁金光 这波的一个走势里面 目前是在343.5 那投资票你仔细看 这波走势它跌破了半年线 跌破半年线呢 这地方已经破了350的关卡 那预告的说 这个时间点呢 你会发现到 从郁金光这波走势 9月份到现在为止 它是一路的走低 那如果说当这类型的个股呢 它的补跌走势呢 是在延续的话 那会代表着说 市场上面的人气的一些指标 已经出现走弱了 其他对于一些中小型的人气的个股 就说比较具有一些散户进场的股票 要预防会受到拖累 所以你会发现到 当整个郁金光跌势跌下来之后 目前有一些光学类股的走势 这地方已经开始慢慢形成了一个头部 比方说3504的阳明光 3362的先进光 或者是呢 3019的阳光 到目前为止 全部都是维持在一个区间的盘局 所以呢 如果预进光的走势 这地方啊 谈不上去之后呢 又再创低的话 要预防会拖累这些光学类股 好 那第二个指标在哪里呢 就是 GEO的股票 GEO的股票呢 有一档个股 它叫做GIS 那这档个股 各位可以发现到 之前先出现一个下跌 下跌完之后呢 它回测到整个半年线关卡 那这几天的反弹上不去啊 那如果说再破一次半年线呢 那这地方就要预防啊 这一类型的股票 它的补跌没有结束嘛 如果补跌没有结束的话 对于其他高价的GEO的股票 它就会有压力 所以呢 这档个股的270的一个价位区 如果再跌破一次 那很有可能 这档股票还有补跌的空间 所以呢 当它一补跌的话 它会带动什么 市场上面 一些GEO的股票 这里边会有一个轮跌的一个状况 所以一档是人气指标 3406玉金光 另外一档个股是GEO的指标 像GIS 好 这是两个重要的重点 两个指标 这两个指标 目前我们都看到比较偏弱的状况 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美元的一个走势 我们来仔细来看 因为这个地方 台北股市会不会出现压回 其实今天 只剩下美元还没有表态 因为以美元的走势来看 昨天涨多稍微有点点压回 那压回的走势 目前还是在一个底部的一个形态 那以这种底部的形态来看的话 目前并没有破坏这个多方的一个架构 但是因为美元没有在创新高 也造成什么 新来币汇率在这个地方 它的贬值并没有扁破 前面这个低点的位置区 所以反而这个地方对台北股市的指数 还有些支撑 可是两党指标股已经偏弱了 那现在只剩下美元的状况 那因为川普在11月3号 他要出访中国 所以在下个礼拜之前 下个礼拜 他的新任的联准会的主席人选 他就会确定了 那到时候是鹰派还是鸽派当选不知道 但是如果说我们从目前美元 他的走势是守稳在整个多方来看 似乎也都在等待了 所以如果下个礼拜的美元是偏强的话 那你就预防 台北股市在这个时间点 它会不会破前提 区间的盘局一破前提的话 这会代表什么 它的又多的陷阱就会出来 什么又多的陷阱 因为如果说你从近期融资的表现来看 昨天融资在创破端新高 这代表着说散户拼命的积极在做买超 可是问题是当你散户在买的时候 你要去看法人有没有在这个时间点 他去呈现积极的状况 如果你从今天的一些重要的报纸面 会发现到近期的外资在买 可是八大行库却站在卖方 所以反而本土跟外资 已经有对坐的一个情况发生 那再加上昨天的新闻里面也告诉你说 这几个月散户的成交比重高达六成以上 那这代表着说你法人的成交比重是降低的 所以呢反而这地方的又多陷阱 目前进行当中 所以呢要预防下个礼拜 美元如果说一表态的话 台北股市只要破10700点 这个位置去一破的话 那整个融资近期买进了 会出现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套牢的现象 那到时候呢就会有又多的陷阱发生 好所以呢这是目前在整个盘面里面 要观察的几个重点 那当然这地方的操作该怎么做 区间震荡的盘局里面其实没有什么标股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点 如果说你用太多的资金去买股票 可是买的股票呢有的涨 有的跌到最后加加总总起来 是没有赚钱的话 那我觉得这样子现场去买股票 风险反而比较重 所以呢这里的操作呢 应该要留意的是 权证上面的操作 用小小的资金来去赚取更大的一个利润 我举个例子来说 之前我们有操作6456GIS的权证 GIS的权证在这短短的这一两天 前面这波的下跌的时候呢 就已经让权证已经有将近九成左右的一个空间 所以呢如果说你能够去掌握权证的操作 不用花太多的资金 那目前如果说我们从GIS的表现来看 目前在272 离277这个关卡只差两块左右 如果他真的是跌破了277的关卡的话 还有补跌的空间 那代表着说 这相关的权证在这个时间点 他的一个走势 还有机会再往上攻 所以你要去掌握这一类型 目前还在低档的权证 利用小小的资金去做一个操作 反而这个时间点不用说 指数在走震荡的时候 不知道上还是下 然后买了一堆的股票 结果都没有赚到钱 那这地方反而对你的风险会相对比较大 所以利用小小的资金 用权证的一个操作 能够帮助你在这个时间点 去却能够赚得比股票还要多的一个利润 所以这是我给各位的观念 那我是建议各位 台北股市目前在这种区间盘局 刚刚我们说过有几个重点要留意 就是GIS破270的话 那像玉金光他已经破了350 那现在这两个指标 已经出现比较偏弱的一个情况 现在只剩第三个美元表不表态 那如果下个礼拜美元表态的话 对台北股市而言 那压力就会比较重 因为下礼拜有一个摩台的结算 所以我建议各位 在高档的状况里面 有一些比较属于偏高档的一些各国 这地方可以开始布局一些权证的操作 反而后面的利润跟空间会相对比较大 那如果你不是很了解这个金融商品的话 那很欢迎各位想要以小钱赚大钱 想要以小博大 然后赚取比股票利润还要高的一个空间的话 欢迎你来跟我们做联系 那也欢迎各位好好把握这地方 权证有让你赚倍数的机会 谢谢各位